短短这一段问答 凸显出来侯友宜不是准备不够 是完全没有准备 我真的很庆幸他到现在 还没有去美国访问 坐在葛来仪前面 葛来仪问你说 你对于台美关系有什么看法 那侯友宜回答说 你说你说 你较厉害你搞 陈士轩没有问很难的问题 今天如果说他故意很刁难 问他很专业的问题 答不出来我觉得情有可言 这叫做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常识题 连专业题都还不到 甚至我觉得要选总统人 只会回答这个都不够 因为你除了回答现况之外 你还要有自己的看法 朱企不是给你上课吗 不是很多外交官给你上课吗 那你上课都在打瞌睡吗 还是都在翘课 我觉得昨天看到侯友宜这段回答 会有两个人昨天晚上 高兴到睡不着觉 郭台铭可能没有那么高兴 朱立伦会很高兴